今天看了新黄河想出唐山火车站有点难的这篇报道 我是非常感同身受的 我说一下唐山沙口店打人事件发生后 我到唐山去进行采访报道的一些遭遇 6月10号发生打人事件之后 我11号就动身前往了唐山 11号晚上将近12点的时候我就到了唐山的高铁站 结果下车之后没办法出站 理由是我没有给社区报备 工作人员说的是 外地人要到唐山市的哪个地方 你就要提前48个小时 给那个地方的所属的社区进行报备 并且社区同意接收了你才能进市区 我是从贵州过去的 贵州是低风险地区 贵阳一例确诊病例都没有 我的健康码也是绿码 并且我是持有11号当天刚做的 这个核酸阴性报告 当时我在高铁站的出站口 跟工作人员说 那我现在报备 他也说不行 第一你要提前48小时报备 也就是说当时如果我在现场报备的话 哪怕报备通过了 我也要过48个小时才能出站 我要在高铁站里待过48个小时 第二 他们是没有社区的电话的 也不知道各个地区属于哪个社区 也就是说 他们只负责把人拦下来 你要给哪个社区报备 你就要自己想办法 自己找电话 我是来自低风险地区 唐山市也是低风险地区 一个从低风险地区来的 并且持有核酸阴性报告的人 要进唐山市 遭到了这样的阻拦 这到底是正常的防疫措施 还是说想以此为理由 阻止外地的类似记者这样的身份去唐山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好好探讨一下 后来一直到了半夜一两点的时候 我发现唐山高铁站出站口 有一个通道 扣栏人的这个工作人员 不知道去哪了 我就顺利地从通道出了站 当时下着暴雨 我冒着雨走了几百米 在路边打到了一辆车 然后就是第二件事 我被唐山市派出所的民警 暴力执法扣在派出所七八个小时 当时12号凌晨 我出了唐山高铁站 到了市区找了个酒店住下 起床以后 我就直奔事发的烧烤店 老汉城烧烤店 当时是中午的1点40分 到了以后 我正好看到烧烤店老板娘在店里 我就上前询问她能否采访 但是当时老板娘因为一些顾虑 就说暂时不接受媒体的采访 我说好那就算了 我当时也没勉强老板娘 我就走到路边去了 然后正好这个时候 有个唐山市民来送花给烧烤店老板娘 还说了很多祝福 鼓励支持的话 我就把这个送花的过程拍摄记录下来了 也发回后翻给我们电视台总部 制作了新闻 然后这个送花的市民走了以后 又来个男的 这个男的是来倒乱的 他在烧烤店门口播放哀悦 还对着这个烧烤店小便 这个也被我拍下来了 同样也被我发回 这个后方制作了新闻 这两条新闻在微博 抖音快手 今日头条等平台上 我们百姓关注的账号家都可以查得到 这可以证实我从事的都是本职工作 这个放哀悦的男子离开了没多久 警察来到现场 是烧烤店老板因为有人放哀悦抱着警 但是警察来了之后 并没有去追刚走没多久的这个男子 是要把我带走 没有任何理由 只说让我配合调查 调查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 并且是强行的扣留了我的身份证 逼迫我跟他们走 再去这个机场路派出所的路上 就遇到了那个放哀悦的小便的那个男子 警察就把他一起也带回了派出所 到了这个机场路派出所 警察看我身份证的地址是在贵州 就询问我是多久来唐山的 是否报备公 我如实回答 我是11号来的唐山 我是从贵州来的 贵州是低风险地区 一例这个确诊病例都没有 并且我有11号刚做的这个核酸阴性报告 我出站的时候 刚开始是有人让我报备才能出站 后来他们撤走了 我就走了出来 就我刚说完这些 就有一个警察就气势汹汹地冲上来 对我破口大骂 然后是搂着我的脖子 极极粗暴地按着我的头 把我按到地上跪着 双手反扣在背后 然后有四五名警察围着我 开始搜我的身 把我手机充电宝等物品 全部搜走扣押 并且让我待在一间讯问室内 不准出去 后来我出示了记者证 警察又去核实我的记者身份 一开始对我暴力执法的那名警察 还来到我被扣留的讯问室 对我破口大骂 你还是电视台记者 你太没素质 太没文化了 但是我在现场一脸蒙背 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就没素质 没文化了 警察对我这些暴力执法 还有辱骂的行为 都是在机场路派出所内的 这个监控设下头进行的 是有据可查的 如果这个监控没坏的话 然后下午六点左右 警察把我叫去做笔录 我把当天从我到烧口店开始 一直到后来被警察抓走期间的 这个过程讲述了一遍 刚刚做完笔录 七点左右的时候 警察把我的东西还给了我 我本来以为是可以走了 结果被告知 还是得待在派出所内不准走 然后到了七点多 又来了一个自称是派出所领导的警察 再一次对我搜身 把我所有的随身物品搜出来 拿走去调查核实 到了晚上八点多 又来了一个穿着便装的警察 对我做了第二次的笔录 期间让我打开手机 给他检查我的微信聊天记录 一直持续到了晚上九点多 一名这个唐山市陆北区公安分局 宣传科的民警才来把我带走 在整个过程中 从我被抓到派出所到我最后离开 没有任何的书面单去证明 回池单这些文件 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 我当天被抓到派出所这个事 算是怎么回事 是被调查还是去作证 还是其他的 我更不清楚 我有没有留下什么案底 或者是记录档案在派出所 没有一名警察给我做过解释和说明 这就是我在唐山的遭遇 最后忠心希望 唐山市的雷霆公报行动能取得成效